那么最新改良的台东八号的小米呢 在今天正式的跟国人见面了 饱满的金黄色的颗粒 特别营养又好吃 柯柯分明 纯线美丽的金黄色 这就是新改良的台东八号小米 它的稻穗虽然比较短 但是集中又相当的丰厚 产量特别惊人 除了可以做成好吃的小米粥 原住民在丰年纪的时候 还特别把它做成像这样子 原住民的粽子啊 人生是小米 颗粒又比较细小 那感觉长起来就是 不感觉它是有粒状的感觉 非常入口即化的 改良之后的小米除了口感好 同时它的营养更是不能小看 富含钙和铁可以补血 同时纤维质又比稻米高出两倍以上 可以防止便秘 中医里面觉得小米对我们肾脏 然后脾脏都有 都有很好的滋补的功效 好吃用营养的小米建议你还可以跟白米一起煮 增加白饭的营养度